火鍋料和新鮮肉片擺在桌上 加上多樣的自助吧沾醬 一鍋熱呼呼的個人鍋 香味撲鼻而來 台中一間火鍋店 發生這樣的糾紛 民眾拍下當事畫面 他吃飯不付錢 火鍋店老闆指著白色衣服的男子 指控他不付生菜前二十元 我們有接告示了 他不給我二十元 然後還罵我們員工 火鍋店規定 若把自助吧的食物 加進鍋裡面須著收二十元 但男子耍賴不付 聲稱自己聽不懂 而男子這還不是第一次 那他也很堅持的說 我不要 我不要付二十塊錢 前面是不是有規定說 他東西加進去要二十塊 但是我沒有 第一 我沒有看到 我也看不懂 他看不懂 對 我要怎麼吃是我的質疑 警方到場調解糾紛 事後老闆決定不追究二十元 沒想到男子回家後 竟上網發文恐嚇員警 目前依恐嚇罪通知男子 道案說明 開心吃火鍋 引發周分 任誰都不開心 記者韓志欣 黃申 台中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接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nói訊程中 de他 聽話 先來聽句話